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 秩序也比较好 国民党来 我以后只知道要钱 搜刮宁志明膏的手段 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 不愿意留在上海 也不愿意逃往台湾 留给杜月笙的选择只有香港 靠着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 杜月笙在上海纵横百合 最风光时身兼七八十个头衔 然而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杜月笙只能够居在坚尼的台18号底层的 一个三房一厅的小公寓内 杜月笙的晚年哮喘并十分严重 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没有了上海的产业 经济上更是拮据 因为害怕子女们在他死后套要债度日 杜月笙竟然依狠心将手中的所有借条都复之一举 1951年8月7日 杜月笙的病情加重 急忙叫来秘书胡旭武交代后事 杜月笙的遗嘱很简单 只提了两件事 第一 一定要给他买一口上好的棺材 将其葬在上海高桥 他父母的身边 第二 他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处 继存了十万美金作为遗产 这笔钱留给姚玉兰和孟小冬 杜月笙在香港由于身体原因 一直处于隐居状态 但台湾仍没有放弃争取他 大概是屡次废剧 台湾只能在杜月笙的葬礼上下公输 杜月笙去世前 台湾突然判了内政部长前来慰问 蒋公对杜先生身后是十分关心 已亲自宣定至丧委员会名单 即遗嘱一份 听到遗嘱一事 杜家人身感不安 很多知情人是说杜月笙要死后葬在上海的想法 让台湾十分恼火 他们认为将来一旦反攻过去 杜月笙即便死了 把他的灵就运过去 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为了让杜家就范 台湾还以这十万美金为要挟 只有杜月笙的灵就运抵台湾 杜家人才能够领取遗产 在台湾的威逼力药之下 杜家人只得虚从杜月笙死后 台湾拟定的政治遗嘱迅速箭报 当时香港非常乱 台湾害怕灵就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差错 还特意请求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杜月笙的目的选担了台北秀峰 山路的一块风水宝地 葬礼也操办的异常盛大 因为杜月笙有一命在先 杜家人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 为杜月笙选择了服促 及浅埋几代遗藏 以期待日后有机会能迁往上海 杜月笙死后 姚玉兰与孟小冬先后前往台湾继承遗产 很多人都好奇孟小冬晚年如何生活 大概因为这十万美金 孟小冬才能在香港安心隐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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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杜月笙 与年人 杜月笙 杜月 杜月 杜月